1931年 日本侵略者策動918事變 發動蓄謀已久的侵華戰爭 活人實驗 細菌武器 燒殺淫律 日軍犯下種種滔天罪行 中國共產黨作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帶領中國人民奮起反抗 918 鮮血凝成的數字 永遠不能遺忘 中文字幕提供 8月18日 918事變後 殘暴的日本軍國主義 以其慘惡人道的侵略行徑 令人髮指的屠殺罪行 隱瞞瘋狂的掠奪破壞 犯下滔天罪行 給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 廣大亞洲國家人民 帶來了慘絕人寰的災難 國民黨政府的妥協退讓 絕對抱不抵抗主義 促使日本帝國主義更加無所顧忌地 用無力大規模進攻中國 到1932年2月5日 短短4個多月 日軍佔領了東三省 把已被廢除的清朝末代皇帝溥儀 從天津秘密接到東北 1932年3月9日 在吉林長春宣布成立 以溥儀為執政的滿洲國 分裂中國 1932年8月 日本關東軍 已基本控制了東北局勢 日本軍國主義 為了進一步侵吞全中國 從而稱霸亞洲 決定秘密在中國東北 建立大規模的細菌戰基地 加緊研究細菌武器 大量培育各種細菌 以便將細菌實驗的成果 盡快投入戰場 此時在日本東京 日本陸軍軍醫學校 細菌研究室剛剛創立不久 細菌研究室主任 石井四郎等一星人 便秘密前往中國東北 進行考察宣指 準備隱蔽地進行 細菌武器的研製 開發 而他們設想的計劃是 就地取材 獲取活人作為實驗材料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當中 整個國際社會也看到了這種 細菌戰 化學戰等等 這種戰爭對人類的 巨大的危害 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 當時的各強國也召開了會議 禁止把這些東西投入到戰場 但是日本他們把戰勝對手的希望 希望寄託在細菌戰 生物武器這些東西身上 1933年8月 日軍在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南港地區 利密建立新的細菌戰基地 石井部隊 又稱家茂部隊 將細菌戰研究基地 設在了距離哈爾濱70公里的 武昌縣貝銀河中馬城 石井四郎 這個殺人惡魔 正是這支細菌部隊的創建者 和第一任部隊長 1938年6月 為了進一步滿足日本帝國主義 對外侵略 擴張政策的需要 關東軍建立了平防特別軍事區域 731部隊正式移住平防基地 部隊規模進一步擴大 金城民 侵華日軍第731部隊 罪證陳列館館長 三十多年來 一直致力於侵華日軍第731部隊的 罪證蒐集 學術研究和就職保護工作 731部隊最早成立的時候 他也是明知這是違背國際共法 也違背這個倫理道德 為此他們將研究機構 多次進行匿名和掩蓋 從防疫研究室到家茂部隊 耐良部隊到關東軍防疫及水部 那麼一直到了1941年 他列入到關東軍序列 那麼正式有了番號 叫滿洲第731部隊 頂峰的時候 4515人的規模 一面鋼筋裸露的殘牆 三根依強而立的大煙囪 這裡便是731部隊就職的標誌性建築物之一 鍋爐房移植 1938年6月 731部隊正式移住平房基地 1939年8月 731部隊各種設施營建完成 從佔地面積6.1平方公里 731的核心機構 731部隊從成立之初的目的 就是為了服務戰爭 所以不擇手段 居然用活人進行的實驗 以其加快推動細菌戰的 實施的步伐 源源不斷的活人 被送到731部隊的特殊間 而這些人在這裡遭受了 應該說是人類難以想像的 這樣的痛苦和災難 在黑龍江省檔案館 保存著一份極為珍貴的檔案 清晰記錄了日本關東憲兵隊 為731部隊細菌實驗 輸送活人的全部過程 以無可辯駁的證據 揭露了731部隊 犯下的彌天大罪 這份答案是1941年 東安憲兵隊提交至 關東憲兵隊司令部的 記錄了扣留審訊諜報員 及嫌疑人的情況 其中有多處多人被標記為 下達了特殊輸送的指令 特殊輸送一詞 是日本關東憲兵隊內部的暗語 它特指不經過審訊 不移送有關機關 直接進行秘密逮捕 秘密審訊 將該人移交至 進化日軍731部隊 用作人體實驗的一種 特別的處置方式 有這樣一位受害者 他的名字叫紀星田 在這份報告中 我們可以看出被害人 從被捕到被嚴刑逼供 到最後被移送 從731部隊進行人體實驗的全過程 這是731部隊移植出土的解剖實驗用的內臟掛架 剃刀和浸泡人體內臟的標本瓶 遠遠不斷被輸送而來的活人 卻只能作為實驗的材料存在 這些殺人魔鬼 甚至喪心病狂地把人當動物 進行活殺解剖 連麻藥都不打 在731部隊長達13年的時間裡 至少有5000人被以活人做實驗的手段殺害 曾參與活體解剖的731部隊少年班隊員 小種梁雄揭露道 731部隊擁有4500具繁殖跳蚤的呼籲器 通過讓跳蚤吸食燃有鼠疫的老鼠的血液 每三四個月可培養出 約45公斤鼠疫跳蚤 731部隊試驗的種類達數十種 鼠疫 傷害 霍亂 以及東北各地的地方病研究 也進行了他們隨心所欲的 那麼人馬血交換 這個人體倒掛 槍透 包括凍傷實驗 毒氣實驗等等 那麼為了實戰他們還要進行野外實驗 在侵華日軍第731部隊最正陳列館內 就專門有一個區域展示了731部隊 為檢驗細菌武器的效能 在野外設置的多處實驗特別靶場 他們將被實驗者綁在用冰凍住的木桩上 彼此相隔五米排成圓圈 然後從空中投掷 或者近距離引爆細菌陶瓷炸彈 炸彈裡裹挟著碳鞠感軍 鼠疫 霍亂 敵鞠感軍 利己 負傷含軍等病菌 而被實驗者不是當場死亡 就是被炸彈碎片炸傷並感染細菌 用不了幾天 也會死在病痛的折磨中 靖岡大學原和平學講師森正孝 是日本較早關注 並介入731部隊及細菌戰研究的學者 細菌兵器を使っている もう一つある それは細菌の性格をよく知っていたからです 細菌は一箇所に投下しますと 人から人へ あるいは動物からを通して 様々な媒介を通して ど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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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広がっていくわけですね 近1940年至1942年間 731部隊和1644部隊 在渠州 江山 明波 常德等地 直接實施的細菌戰 就造成上述四個地區 和義烏 東洋 崇山村 塔下州 四個次生一區 超過一萬人遇難 731部隊只是所有細菌部隊當中 這種特殊部隊的一支 除了731部隊之外 還設立了就像南京的1644 廣州8604 後來战事推到太平洋 在新加坡 馬來西亞等地 也建立了這樣的特殊部隊 所以這是日本的一個 是上而下的 有組織 有預謀 有規模 成體系的一個集團行為 是國家犯罪 731部隊罪惡累累 暴行壮壮 可謂慶竹難書 但更可恶的是 臨近日本投降前 731部隊立即著手 炸毀細菌基地設備設施 掠殺被實驗者 放跑注射細菌的馬匹 老鼠 散播疫病 但是 歷史的真相 不會因時代變遷而改變 殘酷的事實 也不會因小蛇抵賴而消失 同樣不容篡改 永不能忘的 還有浩浩長江曾經翻湧著的鮮紅血液 1937年12月13日 日軍攻占南京 血系精靈 日軍進城後 隨即開始大肆地屠殺 槍擊砲轟 刀砍箭條 煞事件腥風扑鼻 滿街都是屍體 六朝古都 瞬間淪為人間地獄 大批設法渡江逃離戰禍的難民 和敗退下來已經解除武裝的中國傷兵 被圍避到燕子激江灘 狹長的歷代 日軍不顧國際公約 用機槍對他們瘋狂掃射 一時間 屍體必僵 水為不流 至少有五萬多人慘遭殺戮 在長達四十多天的大屠殺中 日軍在南京城裡肆無忌憚地犯下 種種極端殘暴的反人道罪行 逃向長江 躲在城內 甚至湧進國際安全區的人們 都沒能幸免於難 在南京實行屠殺 實際上是日本上層預有準備的 他想用屠殺政策 恫嚇中國人民 讓中國當時放棄抵抗 因此日軍進入南京城之後 抓住的俘虜 基本上全部殺掉 後來還衝進國際安全區 凡是青少年男子 日軍認為 都是脫掉軍裝的中國軍隊士兵 把他們抓出來 基本上也都殺掉 十多萬日軍燒殺淫烈的恐怖嗜血之間 完全出鞘了 濫殺無辜的暴行隨處可見 南京城血光映天 滿目瘡椅 一名生活在南京的牧師 她的妹妹 我想著就回想著我家人非常痛苦 沒什麼想著我們殺自己這麼多人 但是我自己想不到你自己 早上吃得好好發 你中了以後我沒有人了 更令人發指的是 日軍殺人甚至是娛樂式的 奪取他人的生命 在他們眼中就像遊戲般隨意 1937年11月30日至12月13日 日本東京日日新聞用醒目的標題 以報道赫赫戰功的口吻 連續四次刊登惡冠滿盈的百人展競賽 這是進攻南京的日軍第十六師團 趙薇 向井敏明和野田義的約定 看誰能率先殺滿100個中國人 後來因為無法確定誰先達成目標 兩人居然相約重新比賽 比賽看誰能先殺死150個中國人 日軍殺人方法之野蠻凶殘 遠遠超出常人想像 奸殺暴行更是每天都在上演 四十多天中就有兩萬多人次的婦女被奸污 滅絕人性的日軍 甚至連老婦 幼女 孕婦都不放過 這位孕婦名叫李秀英 當時十九歲的她正懷有七個月的身孕 因為抵抗日本兵的暴行被刺三十多刀 腹部最危險一刀足足有六厘米深 經過古樓醫院的全力救治 她最終堅強地活了下來 但是孩子沒能保住 秦華日軍野蠻侵入南京 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慘案 三十萬同胞慘遭殺戮 無數婦女遭到蹂躏殘害 無數兒童死於非命 三分之一建築遭到毀壞 大量財物遭到掠奪 事實上 日本侵略者燒殺盈獵的野蠻暴行 絕不限於南京的一石一地 在整個清華戰爭中 日軍的暴行從未停止 黑暗的 殘酷的 反人類的血腥慘案 難以計數 然而 日軍的殘暴殺戮 並沒有征服中國人民的抗戰意志 在民族威王的緊要關頭 八路軍冒著敵人的炮火 毅然北上 挺進敵後 與血奮戰 開闢敵後戰場 抗日根據地就像一把把尖刀 直插日軍的心臟 為了消除心腹大患 清華日軍頭號戰犯 岡村寧次就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後 立即調兵潛降 對抗日根據地 進行喪心病狂的大掃蕩 1941年至1942年 共進行了146次 1000人以上的掃蕩 24次萬人至7萬人的大掃蕩 伴隨著軍事掃蕩 日軍還在佔領區大肆進行敲鼓吸水的經濟掠奪 車船礦產 機器設備 工商業產品 良棉油雜 觸勤三麻 無一不成為日軍掠奪的對象 面對搬不走的物資 不屈服的人民 日軍又施行了燒光 殺光 搶光的三光政策 在對抗日根據地進行掃蕩時 不問男女老幼全部殺死 所有房屋搶過走的糧食和牲畜通通燒毀 水井一律填埋或投毒 甚至鍋碗也要悉數打碎 所到之處 人畜不留 如涉為虛 1940年冬 日軍掃蕩進中太越區 血腥的三光政策使這裡失衡遍野 荒草莫人 僅沁縣一縣就有五千名群眾被殺 房屋被毀十四萬件 牲口被搶七千頭 昔日美麗寧靜的村落 傾客變成了人間地獄 侵占我土地 殺戮我人民 掠奪我資源 踐踏我文明 中華大地處處都是殘暴的日軍 留下的斑斑血跡 日本軍國主義犯下的反人性 反人類 反和平的滔天罪行 鐵正如山 但在戰後 臭名昭著的731部隊 竟在美國的包庇利用下幾乎全身而退 1943年4月 美國陸軍部在馬里蘭州的德特里克堡設立細菌站研究基地 為掩人耳目 該基地被命名為德特里克試驗田 這就是德特里克堡生物實驗室的前身 1945年9月起 美國從德特里克堡基地 先後派出4批細菌站專家 調查日本細菌站有關情況 至少對包括731部隊創建者 石井四郎在內的20多名731部隊成員 進行了問訊 美國派出的這幾組專家 也就是調查組的成員 都是從美國的德特里克堡的當時的實驗基地 派出的都是生物 細菌 或者化學方面的專家 是有指向和針對的 圍繞著這樣的一個專業展開的一個訊問和調查 所以最後他們拿到了這些東西 也放到了美國的德特里克堡這樣的一個實驗室 供他們研究 到1948年11月 按照美國國務院 向當時美國駐日最高司令麥克阿瑟做出的指示 每日之間達成了秘密交易 美國以免除對石井四郎等戰犯的起訴為條件 用25萬日元換取了日軍 用無數中國人生命為代價得到的細菌實驗資料 整體接收了731部隊的罪惡遺產 包括大量實驗報告書 以及8000多張有關用細菌武器做活人實驗 和活人解剖的病理學標本和幻燈片等 美國建立的德特里克堡細菌戰中心 他自己講他是為了防止德國和日本研究細菌戰 實際上他也生產了很多帶有攻擊性的武器 日本731部隊的一些骨幹 後來也被美國給送到德特里克堡 實際參加了美國的細菌戰的研究 檔案顯示 731部隊進行人體實驗的BG軍 碳G軍和鼠疫軍實驗報告的封面 赫然印著馬里蘭州德特里克堡基地 生物戰實驗室化學部隊研究與開發部的清晰字樣 德特里克堡與731部隊的關係昭然若解 918 這個黑色的鮮血凝成的數字 捐刻著中華民族的切膚之痛 這痛是無盡的 深刻的 永遠不能遺忘 山河破碎 生靈塗炭 日軍瘋狂無恥的行徑 也激起了中國軍民的頑強鬥爭 在信封血雨中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烽火 燃遍中國大地 文化,靈塗炭 中華民族的抗日瘋狂 上晚點 全靈塗炭 中華民族的特色